北京三月,春寒撂翘,天空拨了几分清明,云层高碟。 叶蒙跟梁警官约在黎晨的俱乐部见面,俱乐部是个空旷的大仓库, 机灵狗碎的汽车零件和杂物堆碟,墙体全部用一个个形状不一, 却也被显个性的轮胎堆砌起来。 说话都隐隐透着回音,梁警官看着年纪不大,面颊黑瘦, 一双浓眉大眼,精神饱满。 两人短暂的寒暄之后,梁月安开门见山道, 我昨天大致翻了下八年前,你妈妈那起案子的卷宗, 你认为两个案子的共同点在哪? 叶蒙说,我如果说直觉,你会不会觉得太草率了? 没关系,但我们警察办案还是得讲究证据。 梁月安笑得很温柔,有黑的脸衬得牙齿灿白, 还是你不相信我? 这两个案子从自杀的手法和角度都不具备病案调查的条件, 而且你妈妈的案子已经结案了。 这是难点之一。 叶蒙今天穿着很休闲,一身清爽的运动服, 看起来像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。 她靠在轮胎椅上,点头说,我知道。 八年前,我妈死之后,我曾跟很多抑郁症的患者有过接触, 我只是发现,重遇患者,他们对自杀的计划不会这么惊喜, 大多到了后期,患者精神上会出现一些令他们无法掌控或者痛苦的幻觉, 他们并不是真的想结束生命, 而是当他们被幻觉控制的时候, 会想通过一种猛烈的击打来摆脱这种痛苦的幻觉。 比如撞墙,跳楼和割腕都是手段之一, 很少有患者到死都会保持清醒的抑制, 有数据显示, 自杀的患者,跳楼,大多数还是面朝下, 因为还有求生欲。 梁云安若有所思地补充道, 但我们调查过,王兴生没有抑郁症, 他跟秘书都没有类似的精神疾病。 对,但王兴生上海人,并且常居新加坡, 他为什么带着秘书来国内自杀? 叶蒙直接点出, 这趟行程不是王兴生计划内的行程, 王兴生跟我老板的合约本来拟定是由秘书代签, 但我老板强烈要求, 王兴生不得不跑这一趟。 王兴生又没有抑郁症, 按理说, 更不可能情绪上来就随便找个地方自杀。 而且, 这地方并不随便, 他应该是经过千挑万选, 才找了这么一个没有监控的废弃车厂。 我在北京生活了近十年, 我都不知道灌山区有这么一个废弃车厂。 王兴生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找到这么个地方的? 是谁告诉他的? 又或者是, 他在这之前是否有见过什么人? 梁月安表情凝重地看着他, 但我们查过他所有的手机信息和社交软件, 包括通话记录, 都很正常, 连在新加坡的电脑联网记录, 我们全部都查了。 没有任何可疑人员的来往, 包括我们把他删除的信息也都恢复了。 删除的都是一些在外面怕被老婆发现的疗媚信息。 没有可疑, 梁月安对叶蒙说的还是很保守, 毕竟所里有规定, 不能跟无关人员讨论本案, 这次他贸然联系叶蒙, 也是希望看看能否从两个案子的结合找到突破口, 所以他只能透露目前警方公布过的信息。 九点当天的监控, 你们看了吗? 叶蒙沉思片刻, 问, 查了, 很正常, 除了下楼在餐厅吃过两次饭, 没见过任何人, 梁月安说, 这案子棘手就棘手在这, 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华裔自杀得很诡异, 但找不出任何有关的第三人。 如果下周还没有突破性进展, 我怕我们局长顶不住压力。 两人一阵沉默, 紧儿, 面前放下两杯插着柠檬片的鸡尾酒。 黎晨一身桀骜不驯的机车服, 在梁月安旁边坐下, 我亲手调的, 给两位侦探朋友提提神。 叶蒙今天才发现他原来也戴耳钉, 而且跟李静宇那个还是同款。 就一个小圆环, 款式很普通, 满大街都是, 他盯着看了会儿, 您这耳钉不错。 黎晨微微一笑, 侧耳道, 你要吗? 我家里一大堆。 叶蒙笑着摇摇头, 要也得回家跟李静宇要。 梁月安咳了声, 言归正传, 咱说说你妈妈的案子吧。 打断一下, 谁料, 黎晨神色淡定地笑了笑, 冷不丁说, 我这有东西, 你们看吗? 两人几乎同时瞧过去, 黎晨低头点开一个视频, 把手机丢到桌上, 我门口的监控是坏了, 但我想起来, 我的车那几天一直停在门口, 昨晚没事给你们翻了下行车记录仪, 不过很遗憾的是, 这车我不太开, 行车记录仪从买来开始就没清理过, 内存满了, 最近几天都只有几秒的视频, 没有循环覆盖功能吗? 叶蒙问, 黎晨勾着嘴角笑了下, 说, 很早一台破车, 我给他装行车记录仪这事, 我都挺惊讶的, 我本来以为这车没有, 3月17号那天凌晨5点, 有个几秒的镜头, 我们这边来往车辆不多, 又是这个时间点, 很容易排查, 梁运安胡一道, 你们不是老在后头的九门岭飙车, 这个时间段飙车的人不是最多, 黎晨显眼看他, 一副良好市民的样子, 不是被你们疯了, 现在哪敢顶峰作案, 再说, 你看这车像是用来飙车吗? 开两公里就得散架吧, 黎老板就别卖乖了, 真当我们不知道, 梁运安看着视频笑了下, 又跟叶蒙确认了一遍, 王兴生是17号凌晨3点离开酒店的, 叶蒙点头, 但他们警方接到车厂的报案是18号早上, 因为情况恶劣, 上头特意封锁了消息, 所以叶蒙当时还不知道, 王兴生其实已经在国内死亡了, 还跟台铭销闷头跑了一趟新加坡, 直到20号, 网络舆论引起了轩然大, 拨, 警察联络到了沟凯, 他们才知道王兴生死了, 梁运安直觉不太对, 王兴生的死亡时间是18号早上9点, 17号如果就在车厂这边, 那这一整天的时间都跟秘书在车上打炮? 死前狂欢? 不至于? 两人体内都没有彼此的体验, 至少死前的48小时之内, 他们没有发生过性行为, 南风吹拂, 空气夹杂着湿潮, 墙角霉绿斑点层层叠叠, 顺着墙皮扑素素往下落, 小区里的防盗窗里, 已挂满了花花绿绿的床单, 桃花如同女人的胭脂, 慢慢爬满了干枯的枝头, 风也压不住地骚动, 李静语靠着墙, 狗绳松松地一圈圈卷在手上, 另只手夹着根烟抽, 耐着性子等平安完事, 平安今天精力充满, 一遍又一遍, 凡人得很, 看着也还有点挑衅的意思, 差不多得了, 李静语不耐烦了, 平安物业两声, 似乎是不太满意, 往后退了两步, 不愿走, 李静语靠墙蹲下去, 拿手勾了勾, 过来, 平安掩齐西谷地走过去, 李静语看着她, 看也不看, 直接把烟在地上摁灭, 给她套上狗绳, 认真的用男人的口吻劝了句, 照顾点人家的感受行吗? 这么上感着, 显得你没见过世面, 平安挑起她的狗眼, 不屑地, 你见过? 虽然我也没怎么见过世面, 李静语拍拍她的脑袋, 鄙视道, 但哥哥比你能忍。 晚上, 李静语看了会书, 手机默然一阵, 方雅恩猝不及防弹了视频过来, 画面里是陈嘉宇的小胖脸, 肉嘟嘟的, 泛着兴奋的潮, 红, 隔着手机哪声哪气地叫她, 静语哥哥, 我昨天用你教的办法, 今天在课堂上被课文, 被老师表扬了。 李静语笑起来, 真就跟得大哥哥似的, 干净清澈, 那让你妈妈奖励你。 我妈允许我玩一会儿手机。 嘿嘿, 陈嘉宇没心没肺地笑起来。 嗯, 李静语说, 方法自己留着, 不要交给别人。 陈嘉宇跟陈晶晶不一样, 陈晶晶了解记忆宫殿, 她对这方面有系统的学习, 而且有相当狂热的兴趣。 但陈嘉宇年纪小, 才小学, 没有自主思辨的能力, 方雅恩可以理解, 但其他家长不一定理解, 指不定又拿她当骗子。 陈嘉宇一愣, 为什么? 李静语想了下, 发烧垂着, 她拖长了音恩了声, 低声告诉她, 因为告诉别人, 你就拿不到第一了。 这种方法比较奇怪, 一旦告诉第二个人, 第一个人就没用了。 这么厉害, 陈嘉宇惊叹, 立马给小本本五言识了, 置地有声地给她保证, 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的。 怪! 两人又闲扯了两句, 李静语问她, 学习快乐吗? 陈嘉宇老气横秋地说, 我快乐不快乐不知道, 反正我妈是挺快乐的。 结果挨了方雅恩一顿暴揍, 直接二话不说夺回手机, 匆匆说, 行了, 不打扰你了, 挂了呀, 我得伺候她去睡了。 对了, 叶蒙说了, 什么时候回来没有? 李静语大啦啦地窝在椅子上, 漫不经心地转笔说, 没有。 慢慢来吧, 你俩日子还长呢, 方雅恩被嘉宇折腾的画面不太稳定, 摇摇晃晃, 她妈妈的事情, 其实我知道的不太多, 当初就只知道, 她妈妈在北京自杀, 一家人就火急火燎地赶过去, 结果这案子没几天就匆匆结了, 她在北京留了这么多年, 我猜她也是因为放不下妈妈。 窗外桃花盛满枝头, 开出浪漫的春日山河, 李静语挂了视频, 心不在焉地盯着看了会儿, 电话在桌上震了好一会儿, 才接起来。 怎么这么久啊, 夜蒙抱怨道, 宝贝, 忙什么呢? 看书。 李静语懒懒地说, 放屁, 刚跟谁在视频? 李静语看窗外迷人眼的桃花, 给自己点了支烟, 靠回到椅子上, 无动于衷地抬了下手, 胆着烟灰, 语气有些意外, 懒散地轻轻择了声, 说, 这都被你知道了, 监控我。 叶蒙轻声细气, 温柔道, 我刚给你播视频了, 显示对方忙, 说明你在跟别人谈视频。 这都不知道麻你。 不知道。 他老实说, 男的女的。 他小声追问, 李静语摆烟在烟灰缸里, 有一下没一下地灭着, 低声, 吃醋。 不至于, 就是好奇, 你能跟谁视频? 你姐们。 哦, 聊什么呢? 帮家宇被课文, 他前几天被老师骂, 昨天在路上碰到, 方雅恩就问我, 有没有什么办法。 李静语握着电话, 起身去客厅拿了瓶水。 话音刚落, 那边叶蒙突然哀怨连天, 妈呀, 有两个客户邮件, 我先回了。 李静语淡淡恩了声, 那挂了。 别, 别挂, 我马上好, 叶蒙说, 宝贝, 我们开视频好吗? 李静语刚要说好, 叶蒙那边夹着电话, 一边手忙脚乱地霹里啪啦敲着键盘回邮件, 一边对着话筒半开玩笑, 半认真的接了句, 可以跟小静语打个招呼吗? 李静语一手举着电话, 一手正拿手压着泛酸的眼窝解乏, 弹到一半无语地笑出来, 骂, 你一天不挑戏他能死。 李静语想洗完澡再跟他开, 叶蒙不肯, 非要他开着, 画面就对着空荡荡的小屋子, 然后等他洗完澡裸着上身进来, 叶蒙终于露出心满意足, 神清气爽的笑容。 我等了这么久, 就是为了等这刻啊, 阿宝贝, 你居然有人遗现? 李静语本来上衣, 也戴了, 套到一半, 想了半天, 又脱了丢回篓子里, 只穿了条灰色的运动裤, 就走出来了。 知道他肯定是这副没见过世面的反应。 手机竖在桌上, 画面里, 男人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, 慢慢轻身逼近摄像头。 夜蒙的镜头里, 就是一片赤, 裸裸, 白花花, 令人垂涎欲滴的鲜嫩肉体。 李静语身材很好, 肩宽窄腰, 肌理清晰。 不像看上去那么瘦, 身上还有一层薄肌肉。 尤其是腰间若隐若现的人鱼线, 两条规整的V形线条, 缓缓没入他没在好的裤腰里。 宝贝你干嘛夜蒙说? 画面里, 还是他引人遐想的人鱼线, 声音悠悠从话筒里传来, 关窗。 他一声, 他锁了, 又听哗啦一声, 他还拉上窗帘。 然后他坐下来, 李静语裸着上身, 下身一条灰色的运动裤, 裤腰带没渣, 松松垮垮地散在腰间。 整个人握在椅子里, 夜蒙透过镜头, 看得一清二楚, 叹了口气, 今晚注定是个不眠夜。 他靠着看了他一会儿, 突然用食指重重地扣了扣面前的桌炎, 示意他回神, 来, 聊聊。 聊什么? 我怎么觉得你在故意取悦我呢? 夜蒙想翻翻他的李静语使用小手册, 看看有没有美男记这招。 嗯, 夜蒙第一次见他这么主动, 狐疑的, 宝贝, 你有事求我呀。 李静语刚洗完澡, 头发半干半湿, 格外鲜嫩, 像一片绿绿葱葱, 筋络清晰, 刚长出来的叶片, 纹理清晰。 就很可口, 只见他喉结微微滚了滚, 眼神像件钩子直勾勾地盯着他, 低声说,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? 夜蒙觉得气氛有点不太对劲, 他的眼神似乎也有点太不正常的红, 你是不是想我帮你弄? 他全然跟刚才那个劝平安建好就收的模样, 判若两人, 压抑地恩了声。 我感谢你最后患不得精确。 她痴抑地恩了声, 她就叶跟她说, 她又叶 uncond去了美中心底前怎么会有什么功变, 她没有能力我们走过。。。